台中逢甲商圈 最近出現了一名英國籍男子 不但是闖進了洗衣店偷吃老闆的面 還尾隨民眾跑到了人家房間睡覺 經常騷擾附近店家 甚至還會動手打人 讓附近的業者是不堪其擾 光是這兩個禮拜來 店家是輪流報警多達了二十多次 讓店家相當的頭痛 而這名英國男子還自稱說是個老師 八月本來是要到知名的中學來任教 但是因為良民證的審核沒有通過 因此校方緊急決定不聘用 串燒店家的監視器畫面拍下 員工正準備開店 一名頭戴鴨舌帽 英國籍的男子上前 不停用手比劃 店員因為語言不通 沒有多加理會 沒有想到這名男子竟出手 打了店員一巴掌 他叫我過去 然後後來不想理他 他跑過來拉著我 然後三五八個 英國籍男子的脫序行為還不止 洗衣店老闆買了一碗麵 就放在洗衣機上 沒有想到這名男子竟直接走進店裡 拆了筷子 當場吃起麵來 對 胖在這個位置都沒有動 他能直接自己拿這樣 彷彿就當作是自己家一樣 洗衣店老闆立刻打電話報警 而附近的店家 幾乎都飽受這名英國籍的男子騷擾 甚至還有房東說 他會趁機溜進人家套房內 呼呼大睡 上圈管理員說 光是這兩個禮拜來 就報警了二十多次 最高紀錄還曾經一次 來了四台警車 但男子一看到員警來 就變得很安分 還在旁邊倒立裝作若無其事 多為外語咆哮 或因言語溝通不了 而與他人發生糾紛 警方表示到場後 除了制止男子的脫緒行為 也有將他強制送醫 但男子有合法的簽證 除非有違法的情勢 否則警方也束手無策 現在店家看到他 也只好躲得遠遠的 以免惹禍上身 界中部綜合報導